前一陣子他身體也是不舒服 加上這種事情 我在螢幕上看到他這樣 是有點擔心他的身體 剛剛也跟家人聊了 轉達我們的質疑 你是看著怨琪長大算是 也不能說看著他長大 小時候是真的我們在余大哥家裡 因為那是秀場年代 余大哥比較好課 也非常照顧我們大家晚輩 所以一般表演完會要到家裡去做課 那時候看著他們家小朋友 之後他慢慢長大了 都是從螢幕上看到他 抗癌 化療的過程 也是百般不捨 應該七十幾次 進出醫院就十次 那種恐慌 恐懼是 瓜哥這幾天有特別跟余大哥通電話嗎 還是 沒有 因為我想他現在應該很忙 而且他前幾天來 其實他已經今天算累倒了 你轉輩有對琪琪說什麼的嗎 你轉輩有對琪琪說什麼的 就是我有跟他先生講 換個角度看也是一種解脫 不然你化療七十一次 如果那一次好那當然最好 如果不行 這種恐慌會陸陸續續存在 也到另外一個世界去當天使 當然也祝他一路好走 謝謝大家 謝謝光哥 光哥要注意身體 謝謝大家 鼓勵要注意身體 謝謝大家 有關心於大學嗎 實戰 因為他今天不在嗎 我傳了幾次訊息給他 他有已讀 但是沒有回顧 但是沒關係 他有已讀 他知道比較好 你有關心雅筒 你的入境 心情之類 我不知道 因為我還沒有 從怨琪子胎到現在 我還沒有見過他 怨琪是一個很乖巧的女孩 很善良 就是會覺得很不捨 這麼好的女生 這麼乖巧 這麼孝順 這麼善良 女孩還這麼年輕 真的 當姐姐的 真的 覺得替他非常的無關心 然後在這裡也住 怨琪 然後另外一個世界 快快樂樂的 繼續當他的天使 我覺得他在我心目中 就是天使 有跟他通過幾次電話 就是有時候偶爾就會聯絡一下 然後就LINE一下這樣子 我以為 我一直以為他應該 一定會痊癒 只是讓我很受克制 因為他一直很保固 就很養生自己 我問他說 你平常有在 好好的就是 飲食啊 各方面 然後不要太 太勞累 然後 然後有時候有啊 他就是 他把他自己照顧得很好 所以我就很放棄 就偶爾跟他通個LINE這樣子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辛苦你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